这些研讨会是一个很现实很好的会 但会不会只留下会议的场景 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第二个问题 现在住房建设当中 有很多违反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的问题 今后请问今后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今后如何保障宪法 宪法尊阳和权务性 使公民的人身权 不受侵犯 另外拆迁中 拆迁中很多违反问题 我们是否今后能够解决 有的是我们的主办 有的来回答 我就说一句 就是这个十八大的报告 通过以后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发表以后 我们全国各地 包括我们各级国家机关 我们党政机关 我们这些公务员 领导干部都在学习 这个十八大的精神 和这个习近平总书记的 一二次讲话 我相信通过学习 我们会深刻的领会 这个会议的精神 会把这些 这些会议的一些新的要求 新的重大的理论观点 来落实到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去 这个肯定对这个工作 会推动我们这个工作的依法 按政策来解决 我们只能说 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 我们教授 我们这些房子把这判决 后来呢 我们拿着房子判决 然后再拆开 现在呢 房子 我说两句情话 人家说 现在就是 我母亲房子 是人民法院 1955年判决的 然后呢 我找到法院判决以后 就是在 乡武医院拆迁的前夕 我们拿着法院判决书 把房子收回 现在呢 房管就是区政府的一个房地产 开房公司 要通过法院 然后呢 强行把我们 再次抢走 我们该怎么办 那你等法院判了 你相信法院吗 法院说 房管局 我们 我拿着法院 就说 我这个 5年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这个判决 有没有效 这个法官呢 说 不说话 他说 房管局 怎么认为 我就怎么认为 那这个应该是 这个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 法院这个判决 他还在依着法律 他这个是民主诉讼吧 这是民主诉讼对吧 所以说 你按照 你相信法院吧 不是 法院的法官呢 姓郭 叫郭云彦 是宣武 去人民法院的法官 是现在 西城 法院南区的 他说呀 这就是说意思 他那句话的意思 我很明白 我们找下去了 我说 这是北京 是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你能不能受理 你提法院 能不能受理 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 这个 这个 决定 你能不能再受理 他说 我看 房管局 我听房管局的意思 但是 法院的判决 是房管局 是 是听房管局呢 还是听法院的判决 tin 他说 收窗门 的 建筑面移 就是 我们的 200 但是呢 1946年 被官兵这个 超刀以后 本了 70年 70年 那个 就是 拆战 但是 83年呢 房管局就给了一张 说 串香 但是我们 这是 我们等于在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财产也许被违法转移 我们不知道,它就给处理了 但现在还涉及到一个安置不足的问题 因为当时我们的哥哥姐姐四个人 有房门的女友,她的女友都去插队了 现在涉及的就是一个违法处理 再就是安置不足的问题 那这是两块 首先呢,安置不足的问题 它非要跟产权处理的不明不白要牵扯上 那么就这个安置不足的问题呢 它一直没有解决 而且它的理由就是说 让开所有跟产权人无关的这个政策 就是孩子现在都做了 我说孩子当时都差点 因为这是我补兴的房子 我补兴今年八十五岁了 那么绝对以后呢 都是两千年以后的事儿了 人家什么就是买的商品房 或者是什么其他 你讲的邻居住的住处 跟这个房子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它现在的理由呢 就是说除了我开了卡尔索的证明 就是说你当时安置的时候 只安置两千工房内 那剩下的等于就没安置 安置不足 那它现在还让开这个证明呢 我觉得一点道理的描迷法不容 那现在它就这么拖着你 牵制你 而且故意涉及障碍 我该怎么办 我想请您 对 是谁 对 对 西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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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店里已经很明确的 但是 那个 我 那个 刚才 各位同志跟那个 任教授说的 我都 同志说的经验了 啊好 我有这么一个建议啊 是 到的我这儿 然后呢 咱们单独一个时间 再跟人调调 咱们再聚取这次沟通 好不好 好 因为这个 对 因为咱们今天时间非常宝贵 还有其他事情 好吧 大家还有其他事情 不要再提各个各案的事情了 好不好 我说一个共性的问题啊 任老师 任老师 小子 跟别人知道吧 建筑部应该 啊 说共性的 等等等等 不要再说各案的事情了 好吧 那个 大家再说吧 任老师 任老师 我说一个共性的 就是说 经厚房 大家都欠字了 但是这个属于霸王条款啊 属于霸王条款 这个 应该不受政策限的 就这个 这个东西的欠定是不合法的 我没有任何 可以不涉及政策 不就单单说这个霸王条款 不是我自愿的原则 虽然我欠字了 不是我自愿的原则 为什么呢 因为1958年是用六月份到七月份 五月份开始宣传 就是要求是六月到七月 二十九天好像是不到三十天 全部的经修改完成 就是十天啊 反正就是很短的时间 这种的行为 这种像 就是说我只能 我不懂法 就是说属于霸王条款 政府的强大的政策背景 政府的背景下 以这个为全体诉讼 这个不受任何限制 这个不受任何的限制 对对对对 是 就这个霸王条款 不是我自己愿欠字的 是背后的 像我们代表 有的也可能还被抄家两次 我是像老鼠一样的 都不敢说不敢动 这种欠字不是罪案的 而还要表出强烈的经济想要 你知道了 这个让我们说一下 什么 说实际 咱们赶紧说两句 我先来 我先来 别说了 这说有玩意 你摆这个事说完了 反正这个问题说完了 我是重庆的 你摆这个问题 自己的事 按后再说 因为我不行打成右派 给房子站了 现在马月了 现在叫我们 属于公司 政府公司 政府公司又不受理 发生了 房门部门 又叫我们到法院去告 你看我们这个问题 该找任何部门了 去恢复在这里 这个把你关材料交到我们 刚才说了 就是你每个人情况个案 你把钱来报过来 我们定个时间 我定个时间 好不好 定时间 你一会待会咱们留下 那个通信方式 签名表 一掉钱 签完以后你注重点 说要个案 要约时间 我知道以后 到时候好通知你们 然后我来跟人家之后联系 咱们定个时间 咱们不要再谈个案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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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补述一点 就是说 我想 我希望 就是不要空谈 就是大家要一致行动 就尤其京都房 对 我有充分的理由 我都不谈任何政策 我就以这个 全体 大家都签字 写一个诉状 我也可以写 我也可以写 就是这个 就是这样 那个事 咱们是工作下 但是咱们上去 就是在进行 在进行的事 就是任教授这个课 看看您还有 任教授 任教授的课 我想发表一点 首先来讲 刚才任教授就提到的 就是说这些 政策性的 政策性的规定也好 还是条件也好 但是任教授没有提出来 就是说他们的合法性 所以能延续到现在的 事实根底下 法里一句没有 都能说 既然它是 是不是北线的 一下就说 就我 因为对于京都房来讲 我是我们家没有 但是对于这个 我也有一个看法 您近点说 就是有一个什么看法呢 政府说给人经租 给人家百分之多少的 那个租赁钱 还是什么也好 政府是这么定了 到六九年 政府就算了 做归功了 法里一句在哪儿啊 是不是违宪的呀 六六年 是不是 对六六年九月份 对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落实政策 落实私房政 本格地点 当落实政策的时候 本来这些私房产权人 是有土地权的 82年宪法归立法 归国家所有 但是自然 就说这些私房产权人 还是自然享有使用权 对吧 这是土核宪法规定的 但是发完产权的时候呢 你们光发产权 光发房屋的所有权 土地没有了 那不就等于丈夫把 这个私人的房 把这张鸟子挂起来了吗 对不对 你们有脚下的地 怎么有上面的房 对不对 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刚才呢 您就等于说规避了这一块 您反正所有的法 一定和事实根据都给规避了 就说它的政策有效 我认为这个 它所有就是在这个 文化大夺民也好 还是就是防感政策也好 它还是有违线的 就根据这18大号报的精神 都应该是归咎的 还有刚才您说的 它不硕迪既往的问题 根据立法法的规定 对于不动产来讲 这个是硕迪既往的 对 第八个是好 对 这个是硕迪既往的 对第八个是好 是不是 所以作为 我就希望的这个教授 对于 就说还有就是说什么呀 审查政府的行政行为 再拆迁 就说拆迁条例来讲 对吧 它已经违反了十多部法律 愣在全国实施了这么多年 人老百姓付出了什么 许的代价 才改一个征收条例 但是这征收条例呢 它还是继续的违反宪法 对不对 你说公益事业 谁来认定 政府说了算 政府说了 这是公益事业 就是公益事业 老百姓没得 对对 中国就应该成立宪法法院 为什么 没有宪法法院 宪法就不合 就不能不应 对不对 在中国也不庞彻事业之外 虽然有中国特色 但是也必须规动人权 对吧 国家这个权 中国的民族是什么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享有民主决策权 政府只是代表人民去管理这个国家 而不是说公民的所有财产和全国的所有土地就属于你政府的 你政府可以随便租职百姓的公民的合法财产 对不对 对不对 这都没见 所以我说 所以说 就说 以法行政 以县行政 这都是什么呀 兜兵间 应该从根上去决绝 老百姓就没有决定自己的财产权利 对不对 现在落实政府 就落实这文革级站长 就说政府 房管局就在人家私房院里盖了好多的房子 对吧 因为这一二大呀 这就变成了他的财产 这个法理这又是从哪说呢 对吧 就是私人的房党 在文革期间就是这个政府 因为人老百姓没办法 必须交工 由国家管理 对吧 他现在把人家私人的房党摆得一卡糊涂 你要去找去 人家还说吗 答案就这么规定了 这些有史以来就 如果没有县法法院 这些问题就无从解决 对不对 这县法也就是一个空谈 根本就可能实施 是不是 希望您呢 反正您作为法学教授 您给我的意见 带到中央上去 让这些全国人大的这些法工本 你们上屏下来 好好评计老百姓的意见 老百姓呢 对 老百姓就是懂得法 没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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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老百姓再懂法 也大不过 他政府 政府就是手中的权力 这是手中的权力 还是权到一卡 对 还是权到一卡 这位大姐 大姐说的很好 不是说的好啊 哈哈 这位大姐 还有那个权势呢 就是说的 就是说这个 这个不管是 最高法院也好 检察院也好 全国人大也好 他都应该有 政府公开和 政府信息公开的 这个地方 全国人大 你干了什么呢 你监督了谁了 一府两院 所办有的 违法违宪的事 全是应该由 你人大监督 你人大履行职责了吗 对不对 你没有履行职责 你一履行职责 还怎么办不看 让老百姓都可以去查